这一天我们马来西亚的天气真的是很热 然后又很懒惰出门 然后又想吃鸡饭 那我们那种普通鸡饭 我们大家都看多了 海南鸡饭什么鸡饭都好 都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那有一样东西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 今天我要介绍给大家 这个叫做懒人鸡饭 也是我妈妈的recipe来的 跟普通鸡饭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少了很多步骤 然后做法简单的多了 你们把影片看下去就知道了 OK 煮鸡饭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米 一定要用米 那在这个米方面 就有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米怎么 我们放了一段时间 会有那个米虫 有什么方法解决 来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方法 那你们看这个是我的米桶 你有看到我米桶吗 里面有这个蒜头 我们把蒜头八成一高一高这样子了 然后你就丢进去你的米里面 然后跟它掺 这个米我已经放了差不多 有三个月到四个月没有用了 你看一点虫都没有 那个米虫都没有 好 就这么简单罢了 八一粒蒜头 一整粒蒜头 八三粒丢下去 就这样 就可以收久一点 OK我这次煮的份量呢 是我这个杯是200ml OK 400ml米 两杯 一杯 好 两杯 好 这两杯的米可以吃到四个了 好 OK啊 我们洗米就跟普通煮白饭一样了 好 就把那个米 洗好 洗干净就可以了 你要你的水准的话 OK 你要你的水凉到准的话 你就准备一个烧鸡 所以你把那个米 好 割出来 等下你再去凉那个水就准了的 OK 我们就把这个米倒回去 就翻锅就可以了 备用 接下来是这个鸡肉块 OK 我鸡肉块我这边准备500克 好 你们可以用腿肉啊 鸡翅膀啊 胸肉啊 这些或者半自鸡 整自鸡你喜欢啦 总之是要切块就可以了 香料方面 我这边准备了一小块的姜 我们就这样拍 好 拍散啊 然后我们切成 类似姜末这样子的 切小就对了 好 你就切 切到那边 姜油这样子 两粒的这个蒜头一样啦 拍散 切成 蒜末 好 再来 小葱头 小葱头 我们就切片就好了 好 搞定 好 那如果你们有吃腊肠的话呢 可以啊 加一点腊肠 切片 放下去也是好吃的 腊肠很香的嘛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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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这里呢 洗好的米 鸡肉 腊肠 葱姜蒜 在我们还没有起过之前呢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还没有做的就是 要做什么 就是准备凉好水 因为你不凉好水 你会手忙脚乱 凉水的话 刚才我是下两杯的米嘛 对吗 两杯的米 我通常一杯的米 是对一杯半的水 所以两杯的米 对三杯的水 这个是普通香米的 一个水的分量啦 因为有的人用的米 会比较吃水 还是比较 没有这样吃水 这个我不知道啦 我就是用一个普通香米 来量那个水量 给你们知道 你们自己用什么米 你们自己去调咯 然后 称了三杯的水 我们再加多一点点的水 因为等一下在煮的时候 会蒸发掉一点嘛 就这样而已 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香料的部分 起锅 油的话 建议大家加到 三大汤匙以上啦 我们才把这个香料 放下去爆香 先下小葱头和姜末 蒜头先不要下 因为蒜头呢 比这两种香料 的糖分来得高嘛 所以先下的话 会比较快变黑 我们片刻后才下这个蒜头 嗯 这样子做的话 你就不用 不用不用去担心 哪一样香料会先黑掉啊 它都是一起变成金黄色的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一路慢火炸到 差不多转成 差不多要转成金黄色了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都捞出来 这些香料渣呢 我们捞出来之后就先放一遍备用啊 等一下会用到的 那剩下来的油呢 就是香油了 我们直接把它用来炒这个鸡肉哦 下鸡肉 下完鸡肉了你就煎一煎啊 炒一炒 半煎半炒 这样子了 煎出那个鸡油啊 记得这里大家一路大火了 小火是炒不到那个效果的 我们一路大火 这样子啊 半煎半炒 煎到那个鸡皮有一点带金黄色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下这个调味料了 来一汤匙的蚝油 一汤匙的生抽 适量的欧岛油调色 下少许的盐哦 不要多调一调咸味 再来少许的白糖提鲜 然后我们就大火继续翻炒 炒出那个酱香味 哇 你们有没有闻到味道啊 我这边闻到超级香哦 哇 那个酱香味全部都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下这个 刚才我们量好的水了 下到完它去 然后开大火等烧开 这个时候我们加了水嘛 就可以发现到黑酱油是下锅 就下不够了 如果不够的话 不够颜色的话 这个时候可以补了 OK 来 这个水烧开了 我们就煮一煮了 烧一个一分钟 给它 给它那个味道比较高一点 烧开了 大火再多一分钟 搞定 放火 现在这个就是热腾腾的 这个鸡肉水了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倒进那个饭里面 有没有试过这种煮饭的方式 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看到 这样煮就快了 因为已经那个水是热水了 全部倒进来 然后你就用勺子跟它搅搅一下 香香啊 真的香 刚才你有什么 准备了什么料 腊肠不要忘记啊 下 一起煲就很香 搅一搅 还有什么 还有样也不要忘记啊 刚才我们辛辛苦苦炸出来的这个 香料 这个脆脆的油葱啊 蒜蓉啊 那个姜蓉啊 一起下 好 搅一搅 再搅一搅 OK 搅好了 赶紧的 把它放到你的饭煲那边 用普通煮饭的功能就可以了 不用怎样调的 就好 我这个是快煮饭 我就按快煮饭 开始 等哦 等它煮好 OK 来剩最后四分钟 我们开起来看一下 哎呦 美哦 OK 我们现在做的步骤就是 你刚才搅一下啊 给它均匀 哇 粒粒 你看看米饭一粒粒的 黑的那个 那个颜色也是刚刚好 这个颜色 OK 我们搅一下了 我们再盖回去 因为它现在还有生米的 好 有些地方还是有生米的 我们盖回去 再跟它 cook多一下 cook多一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这样子了 好 哇 可以上了可以上了 来 拿去前面给你们看 啊 水水啊 啊 没有骗你们的这个鸡饭啊 也是鸡饭啊 对不对 嗯 只是这个鸡饭是用煲的 而且我觉得 这个有它的特色 啊 那种啊 加香味加香味的 啊 好 我们上一碗 美美美 这个真的美 啊 你拿这样子压一下 啊 给它一个心 啊 压一下 上菜 撒点苍辉 撒点葱花 哇 完成 喂 你累了啊 来 下头 你吃了吗 刚才 哇 你看我的芋头饭 你吃了吗 刚才 味道怎样 没有啊 不是芋头饭 这个啊 我想到芋头饭去了 这个是我的 家乡鸡饭 哦 哦 你吃了吗 味道怎样 哦 说它很香哦 只是饭软 它讲饭软一点 但是我喜欢吃这样 这样软的饭 不是讲软 就是 它没有这样硬啊 就比较好咬 哦 来我试一下哦 哎呀 你看这个饭 美到我就不想吃了 哦 哇 你有辣椒啊 弄一点小辣椒来吃 可以 哦 美吗 你看饭 油亮的 油亮的哦 哦 哦 我给你讲这个味道刚刚好 阿丹里面炒姐姐啊 这个味道刚刚好 鸡肉的那个鸡油的味道 那些蒜啊 葱啊 那些味道 配合起来都很漂亮 最重要的饭啊 饭够要够油啊 吃得还顺口 不要讲没有啦 烧啊 鸡香咯 烧啊 我给你讲烧了 等下先 哎呦 这样烧你去咬 嗯 哎呦 你看他吃 哎他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这样 这样激动过 味道好呢 这样烧你可以吃啊 厉害 好像刚才他讲我的饭 有点太软 就是看个人 可能他比较吃 喜欢 他比较喜欢吃比较硬的 饭的软硬度取决于你的水量 你这样 还有你用的米 是比较吃水啊 还是这样 因为你你你你煲你的饭 只有你自己有经验的 OK 所以水的问题只可以靠你们自己去拿捏 好 要注意就是这一点 剩下的你跟住做 就 美美了 随随 OK 那好了 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做出来也会 满意我的这一个 不是芋头发 我的 这个家乡 鸡饭 OK 你哦 今天over了啊 你over了啊 你 你 我